所以我那時候因為HR 我請他們去run的那個report 我們其實在那一次 我們大概我那一年生了一百六十幾個同仁 把他們做一個promote 就是因為我就是看這個history的data 然後覺得他們應該要再往上升一級 所以那個同仁其實跟我講這個 應該有一百多人要謝謝他 然後之後我們事實上 也就這樣改了我們的升遷制度 分成雙軌制這樣子 前進的知識 百百種 獲得能量的方式千萬種 每週三 週五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掌握產業未來趨勢 與企業投資價值 歡迎收看DJ Cafe 遠傳總經理景祺 從2019年1月上任之後 不僅先後貨班最佳執行長 以及數位轉型領袖獎等殊榮 更帶領遠傳在去年提前達成了 5G滲透率超過三成的目標 DJ Cafe今天很榮幸 有機會能夠跟總經理來聊聊 而呼應我們的節目名稱 今天訪談的話題 一開始就從這張咖啡桌展開 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遠傳 位在內湖的總部 那在我旁邊的就是景祺總經理 總經理好 好 大家好 Money機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看到在總經理的當公司外面 有一張咖啡桌對不對 它其實並不是很單純的一個擺飾而已 我們知道說在遠傳 不管是屬於什麼樣的部門 或是什麼樣的職位 他們都有機會跟您在這邊可以一起喝咖啡 我想要請問的是說 這張咖啡桌的使用率高嗎 真的會有人主動約您在這邊喝咖啡嗎 這一開始真的是還蠻高的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剛剛回來 剛剛接總經理 那我想說這個要讓同仁有一個機會 讓我都聽到他們的聲音 因為真的要了解一個公司 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每一個不同的層級 他們會看到不同的一個現象 他們反映不同的心聲 那在國內的話 我知道對於這種所謂的月籍報告 一般是不鼓勵的 那但是在國外的話 有所謂的Open Door Policy 那所以我就說 就歡迎大家來跟我喝咖啡 那其實這個在一開始的話 我們大概 我2019年開始當總經理 所以大概第一年裡頭 大概有差不多50個人次這樣子 第一年50個 那所以這個 因為那樣比較放鬆 但是其實我是很放鬆 可是同仁一定還是很緊張 畢竟跟那個總經理 我自己就想想說 我那時候在AT&T 我敢不敢去跟我的那個CEO講話 我這平常算是比較大膽的 我大概就算他offer 說大家可以來 我大概也不會去 所以但是還是有同仁 那他們來談一談 他們自己感覺 其實當然他都是設身處地嘛 因為他自己的感覺 那可是很多時候是反映一個 他對公司的哪些的政策 覺得好像不了解啊 不公平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有時候聽聽 然後消化一下 那對我自己再過來的一些 要做的一些什麼改變 就是很好很好的這個這個 進入這樣子 那對你來講 這樣進行下來 就您覺得說 對於 對於您在公司的經營管理方面 是不是帶來真的有一些實質的幫助 有其實有蠻多的 就是說像譬如 我記得有一個同仁 他就來跟我講說 他在公司已經多久了 然後他的表現也是算很好的 那可是他說他這麼久 也都沒有升等 那後來我就請我們的HR 就是說 來幫我看一下 就是說過去十年來 然後拿過 我們有分等嘛 就是Far Exceed 特優優 然後中間這個Accomplished 那我說拿過優或是特優 在過去十年 可是沒有升過一級的 有多少人 然後後來我們再說 就是連著過去四年 曾經知道有多少次 但都沒有升過的 那後來我就看 其實人還不少 那後來我就去了解一下 我們的升遷制度是 因為那時候 剛剛來的時候 他們是 就每一年可以Promote多少人 但是他沒有說是管理職 還是非管理職 那但是那個quota當然是少嘛 那可是這就有一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管理職的升遷 本來應該是你的組織 比如說我今天在成長 我一下子十個人的team 變成二十個人的team 因為我的業務一直在成長 那我們就應該等於是 分出來 那就要多一個manager 要不然你原來還是同樣的team的話 你沒有理由再升一個manager 但是呢 同時就是你看 一個主管要升的時候 我是只有一個位子的話 我是要升manager呢 還是升一個比較低階層的同仁 對他來講 含金量不一樣 但都是一個缺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結果 就會長久以來 對於非管理職的同仁 那個quota就比較輪不到 就不會用到那邊 所以有這樣子的skill 後來我就把這兩個分開 我把這兩個track分開 管理職的話 你是要有需求 然後這個需求 必須是business需求 你有成長 或是說原有的manager走了 才會空出來嘛 那另外那個非管理職 那你就是看同仁的表現 還有說也是要看公司的需求 如果說他今天做的這個程度 已經到了更高一級的 他其實是在做更高一級的 那我們就應該給他升 所以我那時候因為HR 我請他們去run的那個report 我們其實在那一次 我們大概我那一年生了一百六十幾個同仁 把他們做一個promote 就是因為我就是看這個history的data 覺得他們應該要再往上升一級 所以那個同仁其實跟我講這個 是對我有 他應該有一百多個人要謝謝他 然後之後我們事實上 也就這樣改了我們的升遷制度 分成雙圍制這樣子 OK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說 這個內部的一個溝通的管道 我們也看到說其實有時候 你可能對外在跟記者聊天的時候 也可能會獲得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收穫 那譬如說你之前也跟媒體有聊過說 未來如果說元宇宙的 它的整個發展更加完備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呢 能夠跟目前人在美國的女兒 就是同步的在線上逛街 但是如果就目前整個元宇宙的發展 大概這個時間點 什麼時候有機會看得到 其實大家都說online shopping 現在的shopping的這個 有點就是像catalog 就是一排一排 你就看過去 非常efficient 很有效率 我要看什麼看什麼看什麼 可是那本身其實沒有fun 那為什麼 為什麼像我們這個 我們sogo 圓白 還是在平常 中年輕的時候 尤其一行一彎 大家裡頭的人還是很多 大家去逛嗎 對不對 大家去逛嗎 可是你在做EC的 就是這個線上的時候 你不會講說你在逛 雖然我們說好好逛 可是其實跟實體去逛還是不一樣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什麼時候我們利用元宇宙 就把那個那樣子的一個experience 那樣的體驗 能夠做出來的時候 那個才會讓人家很自然的 冤於去NO 那還有另外就是我 那時候在我們做加速去的時候 我提我女兒的例子 因為那他不是就在旁邊 他真的是跨海 對不對 他在他在紐約兩個 兩個在紐約 所以我覺得這種現在 尤其是大家全球化 那我們台灣的小孩很多也都是 東南亞這個西晋 都好多都不是在國內 所以這種跟家人 或是跟親人 那個跨遠距 要能夠一起體驗一件事情的 這種的場景會越來越多 那所以透過這個metaverse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體驗 我覺得很多人都能夠去感受 那現在的話 這個當然一個就是 還是卡在就是說你的一些裝置 那我當然不希望我再做的時候 我臉上要再帶個什麼東西 那或是帶的東西的話 也要不會有特別的什麼感覺 那所以像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那些技術 還是需要再一些突破 那但是我覺得 從一個通訊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有5G有這個大寬屏 那真的你說這種跨海 當然不是只靠5G 你後面還是要有backbone 你還跨海呢對不對 所以但是從通訊的角度 我覺得是ready 那但是傳輸的角度 那就是說真正需要的那個 device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然後我覺得大家還要繼續努力 OK 那我們剛剛已經聊到這個逛街 購物的話題了 我們底下也有一塊 相對重要的一個轉投資 就是 Friday 購物 那 Friday 購物我們知道說 它也積極在引進 AI 的這個相關的導入跟應用 那您可以預計說消費者未來在這邊呢 是不是能夠享受到 跟目前是截然不同的體驗 其實我們 Friday 購物 就是說這個走了還 還滿滿長的一個路 那我覺得這個 我在剛剛接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我自己試用那個 Friday 購物 我的抱怨是很多的 那時候我就問過那時候的總經理 我說這個 App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有些美國不像台灣怎麼方便 那所以不是說這個什麼店 你這個全家 然後 S7 都在就在街角 你買什麼東西 你不要到大的那個賣場 就到那邊買一下 都很方便 可是在美國的話 大家有說 你到 downtown 工作 你回家 suburb 你路上都是開車 你要真的說去買菜 的話一個禮拜一次 所以這些東西就說 你要到 weekend 的時候 你才有時間去買什麼東西 那可是我後來有 Amazon 所以我就還發生說 我要買什麼東西 我隨時就可以買了 因為買了 然後大概兩天就送來了 那在台灣那時候 兩天還是覺得很久 在美國兩天就這麼快了 所以這個體驗就不一樣 那我自己 所以我的這個網購的這個經驗是 是很有的 那回台灣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用我們自己 遠傳的那個 Friday Shopping App 我自己覺得 這個卡卡的不行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其實在這方面 一直有在改進 然後呢 可是這個 EC eCommerce 跟一般的賣買東西 還是不一樣 跟一般的 Retailing 真的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是隔行如隔山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找到了以前那個 PC Home 的 這個也是我們 EC 界的 這個雖然是先進 這個謝震峰先生 是 那 Vincent 我覺得這都是靠緣分 也是在疫情期間 我那時候一直要找這個 真正這個 懂 EC 的人來幫我們 這個 Friday Shopping 因為我說我能做的都做了 我們 App 也一直在 improve 了 這個 model 還要怎麼樣 我說這還真的要懂的人來 所以最後呢 這個因緣際會 然後跟他有這個 我們在求財 那他那時候也只是 這個疫情都沒別的事情 他也就來再看一看 他自己一直是在 AI 方面 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他就覺得說 好像是他的未盡之至 他一直覺得是 AI 是下一波 推動 EC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pusher 一個推手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一拍即合 因為我說我們遠時的舞台是小的 可是呢 用他來做 AI 的應用其實很好 因為他就是說 AI 其實可以取代 或是幫助很多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 Product Manager 所以你的這個 EC 在成長的時候 你要增加很多很多的這個貨品 那如果你的 那你的 PM 就要相對的 相同樣的在成長 可是如果你能用 AI 的話 那你可以取代 就是至少可以這個幫助 那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看的是 怎麼樣把我們一個小的 EC 的規模 在成長的時候透過 AI 但是能夠控制我們的這個 OPEX 因為其實 EC 的利潤是很薄的 所以你要你要做大 可是你要做大的時候 同時你要控制你的 OPEX 還有就是說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個人化 所以不是這個張三五四 這個李四 這個之後上來看到都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怎麼樣 Personalize 你的 Recommendations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 Vincent 那個 謝總經理他一直在做的 那其實我們去年也推出了一個轉轉轉 那他就是在選品的時候 完全是用 AI 的 那如果是用 PM 在做的話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 那我不知道要多少個 PM 才行 那所以那我對這方面是很看好的 那至於說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 Metaverse 的體驗 那我覺得那些一方面這個技術也還在成熟 那我覺得我這個小 EC 不用去當這個領頭羊 是絕對不能領頭羊 我覺得我們就在要等到這個技術在成熟才會演進 但在那個之前 我們自己現在有很多在 Efficiency 在我們的 Scale 上要做 Improve 的 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做努力 那希望到時候可以讓更多的消費者 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更多客製化的選擇在我們的平台上 那我覺得那應該是可以感到不一樣 也就是我們在 Friday 購物這塊還有成長的空間 但是我們現在聊的就是 我們已經是超前同業的一個表現 就是在我們的 5G 滲透率的部分 我們是整個全台灣電信業者 第一家突破三層的滲透率的一個業者 怎麼做到 這個其實我們這種都要很低調 就是說其實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以前有一個有一個記者那時候 剛剛我們在 Deport 他就在跟我 跟我玩笑 他就說這個 E-Site 太貴 我就說總有一天等到你這樣子 我就因為需求在那裡 那其實我們並沒有就是說 我們這個並沒有說一直特別的怎麼樣去推 就怎麼講就是說不遺餘力 那我覺得因為一方面真的是 4G 是有些消費者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雖然你是吃到飽 可是你在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也許就特別的網路特別的忙 大家都在那使用 尤其是疫情的時候 第一次那疫情有很多人在家做事的在家做工作 所以那時候這個網路的抱怨就很多 那其實那時候大家就看到 你平常因為你在公司工作 那你在家裡的時候那些的用途就全部都改了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 所以 4G 真的是越來越擠 那就有點像說 我們大家這個一開始有高速公路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享受 而且我就有高速公路就好了 大家都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又開始擠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那不是就有高架嗎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常常說 5G 就像是高架 那你說大家都擠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有更多人上高架 這才能夠平衡 另外的話就是說 人家講5G還沒有什麼應用 非要5G不可 那我昨天其實我在 昨天去上一個課 然後那個老師叫我把 幫我錄了一段 他說要我傳給他 那我就這樣傳 他說你的好快 那他說我那個要傳很久 我說你要用5G了 這其實只是很簡單的一個這個說明 因為真的就在這裡 就是不一樣 那可是除了一個速度 一個頻寬之外 我想其實昨天我們自己做了一個 遠距診療的這個5G遠距診療2.0的記者會 那我那裡就講 我說大家都在找說 5G的KILLER APPLICATION 就殺手機的應用 我說其實你要找到是一個SAVER 一個救助者的一個應用 那其實遠距診療 一旦他開放到更多的 可以的族群 或是說這個地區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大家就看到 你要用你的手機來跟醫生在做會診的時候 醫生透過你的手機上的螢幕 或是你的這個TABLET 來看就平擺來看你的時候 你要不要醫生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的這個 你上傳的這些所有的你的這個數據 還有影像 要他都能夠看了 然後能夠來這個問診 這個你當然需要 這個這個個人的健康 大家都願意花錢的對不對 能夠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嘛 是吧 所以這個健康是無價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是那一定大家都希望 我的手機的這個Resolution是好的 然後我的網路是好的 是穩定的 那你一定要用5G 因為4G的體驗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相信在一兩年之內 等到大家都已經習慣這樣子一個方式的時候 然後這個配套的措施更完善 這會更加的打通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除了我們今天是用手機照相 用手機看影音或幹嘛 等到我們自己的健康 好我們的健康也可以在我們的手機上 跟我們的醫生跟我們的一些這個健康的顧問 做互動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這個手機的這個技術 這真的就是完備了 就是它的應用也就完備了 那所以我覺得我不急 我不急 所以我們只是剛好比我們同業快一點點 其實大家都很不錯 台灣整體的滲透率都是算是在前段班的 都是名列前茅的全球來講 我覺得這是大家共同的一個榮耀 我們只是比我們的經驗快一點點 但其實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曾經真的很謙虛 那最後因為我們知道說 遠傳近年來也是很積極的在佈局 所謂的第二成長曲線 那目前有沒有什麼樣 比較具體的成果可以分享 是我們其實開始我們叫做新經濟 我們新經濟是從2016 2016我們開始在Track開始 那時候我們的新經濟 就是第二曲線的這個營收的佔比 只佔我們全部營收的5% 那到去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做到19.4%了 那所以這個然後當然這個前幾年從2018 499的49之亂以後 那49之亂是母親節嘛對不對 所以只有半年受到這個499的餘毒 然後2019的時候其實是更嚴重 因為大家這個甜頭吃到 所以那還是在一直在往下在轉 那所以2019其實是很辛苦 那但是慢慢的我們因為5G的關係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反彈了 開始我們的營收也開始反彈 但同時很重要的也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 雖然這個電信的部分往下 可是我們的新經濟在往上 那我們新經濟分兩部分 那其中我們就是Enterprise有一部分 然後Consumer一部分 那Enterprise我們走的就是智慧自通訊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遠傳大人物 大數據 人工智慧 物聯網 那最重要的就是物聯網 它還是一個萬物相連的概念 跟我們的通訊本業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我雖然說是第二曲線 但我的第二曲線跟第一曲線不是說 互不搭嘎 他們其實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所以我一方面在投資我的5G 那這個讓我們消費者都有更好的體驗 然後更好的速度 更好的網路 那同時5G本來就是很注重在Enterprise這一塊 在企業產業的一個應用 所以這樣子投資對我在 從我的智慧的這個智通訊的時候 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譬如說現在很多的公司 都在做這個數位的轉型 那在這中間還有很多這個 這個用到這個通訊的運用 那大家都需要這個Flexibility 就是說你這個通訊 尤其我們這個行動通訊就是Mobile Mobile 就是一個Flexibility 你在Anywhere Anytime 那可是你如果以前的通訊是Fix 是固網的話 其實對我們這個產業 像因應外面的變化 你要換生產線 你要改變Design 都是一個變成是一個限制 所以大家越來越多的 然後5G的這個通訊也越來越穩定 它是非常reliable的 那比這個所謂的WiFi 那所以大家就會想到要變 那所以這個5G變成是 我們在做智慧資通訊的時候 非常好的一個資產 所以這個不會說是 兩個曲線 我各自投資各自 可是這有很大的一個縱效 那像我們說 剛剛說的遠距診療 如果沒有5G的話是做不起來的 那所以我們從 一開始從偏鄉 我們都是配合政府的這個政策 公共公衛政策 那從偏鄉 然後做到 現在我們要把它推進社區 因為我們其實社區有很多 長照 或是高齡的這個患者 或是這個居民 那他也需要有定期的一些 健康的諮詢 或是這個問診的需要 因為很多那個慢性患者 像我們在新北 做的就是用糖尿病 那糖尿病的這個病人 其實要定期的 要回診 有很多的數據要檢查 那可是坐在偏鄉的那些居民 他動一次這個舟車勞頓 還有也是有這個經濟上 也是要afford 所以我們用那個遠距診療 可以讓他們非常規律的 做這些本來應該是要 跑一趟老遠 一天半天就過去了 現在可以透過遠距 那他們就會更好的 把自己這個慢性病在做調理 因為你很有規律 那這些不是5G的話做不起來 那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智慧之通訊 其實這兩年做的這個衝得很快 那我們一般本來是一半一半 50%是從我們consumer來的 50%是從entreprise來的 但是去年我的entreprise就超過了 它就是50%多 然後這個consumer就下去一點 那所以我就告訴我的這個consumer 我說好 這過去兩年我這個大人物 一直在外頭做一些溝通啊什麼的 我說他現在開始我要來盯我們consumer這一塊了 那我覺得因為他們已經在這個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在在很好的一個一個軌道上 大家就是再更精進 那我們看到數位轉型的商機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智慧城市 然後智慧診療這些商機 所以那然後這跟我們 因為這個物聯網嘛 萬物相連 那這跟我們原來的本業 其實都非常的有縱效 所以這個我們會一直在繼續往下走 那另外我們consumer就是數位服務 像剛剛講到的這個e-commerce 那我覺得前幾年我們這個e-c走的比較慢 然後也走了一些錯路 那但是都是在學習 那我們現在有我們這個謝總經理的帶領 那我對我們自己的e-c是這個 是有很大的期待這樣子 謝總經理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呢 能夠跟這個電信業的大人物 景奇總經理聊到有關於他對於 包括像是5G啊 或者說是元宇宙 以及新經濟跟線上購物等等前景的看法 跟規劃 那麼希望能夠帶給您收穫 今天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DJ Cafe 下次再會囉 拜拜 拜拜